好 这也是一种霸凌的行为 在新北市这边 这名女子呢 看到了有身心障碍者 在贩售这手工点心 她不买就算了 居然还上前调侃对方 不断地杀架 质疑东西吃了友爱健康 甚至呢 这名女子还请她的朋友 将这整段过程拍摄下来 po 网 结果呢 啪啪啪训练 当好玩 大家说太不可取了 用灿烂笑容 热情招呼每一位客人 身心障碍人士努力付出 希望能找到 在社会上的立足点 但接下来 民众的这番言辞 让人忍不住踏伐 那多少 100块 多少 对 这样能带你走吗 谢谢 姐姐女子把戏虐当幽默 不断调侃对方 除了讨价还价 还指引身心障碍人士 卖的食品 吃下肚有爱健康 姐姐话语 简直就是种无形的暴力 好吃吗 好吃啊 我会拿 女子找来同心友人 将这段恶整影片 拍摄上传网路 心态惹人非议 是刻意就不好 对他们来讲 一定有一定的伤害 这名绰号叫做 萱萱在土城地区工作的 庇护性员工 今年28岁的她 有重度智能障碍 经过一遍又一遍 比一般人还要多的练习 萱萱终于也学会 怎么自食其力 这时的我们是不是该给予他们温暖 让他们生活在更友善的社会 记者徐曼家刘志展 新北市报导 好 好